大家好,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的圖書是《一千零一夜》 從前,沙地阿拉伯有一位國王,她的皇后背叛了她 於是她就殺了皇后,自此之後,國王每天都會娶一位少女 但每到第二天的早上就會殺了她的深皇后作為報復 所以全國就沒有少女的嫁給她 這個時候,有位大成的女主動呈姻嫁給國王 她爸爸不同意,也很擔心 但她的女兒堅持這樣做,因為她不想其他女生被國王殺開 這個女生嫁給國王之後,每一晚都會跟國王說一個故事 每當故事說到最精彩的時候,天就光了 國王想繼續聽故事,所以沒有殺到新皇后 當皇后說到第一千零一夜,她就說了 國王,我已經將故事說完了 沒有故事可以再跟你說,你要殺我就殺吧 這個時候,國王竟然沒有殺到她 因為在這段時間,國王已經對新皇后產生了愛意 從此之後,他們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我的分享完畢,多謝